媒體本來有認證我一向好脾氣的預防罕見到怒 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鬼 我也是知道中間出了什麼差錯 總而言是因為那個小朋友的押稅錢一百塊的很多 有九十二張 你看他都記住了 有九十二張然後有兩千塊的有一千塊有五百塊 所以我自己數的時候我很擔心心鈔都會黏黏的 所以我說你幫我數 那事實上我不敢給多少錢他都會幫我數 對不對 所以他幫我數了他還用計算計算了 他跟我說六萬六千兩百塊 所以我就在取款頻寮寫六萬六千給他 然後他就停點打完站給我 對 然後這整個 而且我還另外辦了其他的業務 所以我在櫃上的時間很長 大概有將近四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才離開 你看之後他們就是發現帳有問題 所以打電話給我教訓 隔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然後他們就說帳有問題 因為他們打電話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可能自己也很著急 所以語氣上就是沒有那麼的和緩 所以他們就跟我講說 你剛剛付的錢你少了四千塊 所以你現在要過來補那四千塊 我就殺到一間昏頭 我真的去銀行那麼多次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所以我就說你再說什麼再說一次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我們現在掉監視器 所以莎拉間 媒體本來有認證我一向好脾氣的慾芳 罕見動物 我就說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鬼 我說你先看清楚算清楚 然後你想好清楚再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所以再過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以後 他們又打電話給我 然後又跟我說 請你三點半以前來賭那四千塊 然後我就說不行我要客訴 我先打電話去轉他們客訴 然後所以我就打電話去轉他們 轉他們當然是非常有禮貌 但是轉他們對於分行當然是說 請你們好好處理 所以再過一兩個小時 又有一個經理級的打電話來說了 所以當然就是很緊張這個四千塊 但你知道這不是四千塊的問題 其實我第一秒就覺得 我可以去補那十千塊因為沒什麼 但是他說我們三點半就想 請你趕快來賭那四千塊 但是我人在外面 我並不在那家銀行附近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吧 那個我沒有辦法現在馬上去 然後當然他有說了一些他們的立場的話這樣子 但我真的覺得很納悶 我不知道我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這種狀況應該要怎麼處理 就好像你發燈車或你上大街 你不知道SOP的流程是什麼一樣 所以我就在FB上問了朋友們 有誰可以幫我解答這方面的問題 哪裡知道調出了這麼多 跟我有類似經驗的朋友們的回覆這樣 那當然有一個律師他就說 只要是離開櫃檯了 營貨兩棲通常都會 銀行會有一個標語寫說 離開櫃檯就是GAP負責這樣 所以不管是對客戶或是對行人 都是一樣標準的 但是我覺得後面他們還是 銀行端還是非常有誠意 因為他們後面有跟我們聯絡上 然後他們有致欠了 然後他們也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就決定把這四千塊 羅生門的四千塊就加碼八千塊 捐給親愛愛怨 實戰場地 那就好 那你一定不會脫落贏 他們覺得是他們的問題 那你說什麼 一定不會脫落是哪一家贏 不會不會不會 那就好 查得到 查得到